我日盛不是最大的 那也不是最便宜的 那投資人為什麼要選擇我日盛 所以在這個時候我們要建立這個差異化 這是刻不容緩的 投資人不是說 你開個戶就可以買賣股票 投資是有進入門檻的 你必須要學習 但是我知道投資人有一些他不是用那麼專業 不是那麼多的時間 所以我們就積極轉型 建立這個數位化 所以在這個數位化我們的技術跟IT人才是關鍵 所以我們在這個 人工智慧、大數據、雲端計算 還有客戶體驗 向這個方向來扎根 我們以這個優質的IT為基礎 那浮以投資人 我講投資教育 這點很重要 來鞏固我們的競爭優勢 所以這條路很漫長 我希望投資人能夠在 在投資之前 能夠來我的體驗店 了解我們APP使用 在最短的時間內 找出最合適它的股票 所以我們就是建立這種差異化 而不是訴求 只是價格的問題 價格不是唯一 讓投資人能夠真的在這個領域上 能達到他的投資目標 所以我們的差異化在這裡 目標是這樣 我們以專業為主軸 我希望協助更多的一個投資人 來降低投資人的一個風險 然後創造雙贏的目標 如果投資人沒有達到這個理財的目標 我們也就不算成功了 謝謝 謝謝